现在要看的是 UPSR 然后2016的FaperTool 然后他说这个图 它是一个Price Tag of 一个Item 一个物品的价钱 他问要多少张100块的那个纸钞 然后have the same value as the price of the item 让多少张等于这一个 所以我的21000除以100 所以他是21张 所以他这一个是21 ok 然后接着收21 pieces of RM100 ok to the nearest ringgit so round off的话呢 是近位 ok so去最近的 RM 所以他这个是 RM6543 好 第二题 他这个图呢 他有正方形 同样的大小的正方形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123456 7890 然后123456 然后7890 所以他这边是占了19个和100 所以19和100的话呢 是19% 还有我们写百分比 of the shared region 就是2A的部分 所以是19% 然后还有我们把它写成小数点 所以小数点的话是0.19 好 第3题 A You are given 3 number card 最大的除3位数 然后3 cosion 就是3 减最小的号码 所以我们这个24500 除100 会是等于245 然后他的上呢 245 再减掉最小号码 也就是5 所以他答案是240 接着B的这一题 他这个图是Distant from Alina的家去学校 2km18米 然后他要把它写成米 所以我们知道2km呢 等于2000米 然后 所以我的这个2km18米的话呢 他就会变成了2000米 加18米 所以是2018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4题 他这个Cartisan plant Show the location of Amelia house and her neighbor house So Amelia 跟他的那个 邻居的家 然后我们找 coordinate of Amelia house So Amelia house在这一边 我们记得 先前后再上下 先前 2 上 4 所以他是2 都号4 所以他坐标是2 都号4 所以他坐标是2 记得我们写坐标的时候 一定要放挂符中间 一定要放都号 OK 然后B 在这一边 他说 Arminia呢 他move from 他的house 五个unit horizontally 就是平 在两个unit vertically 然后就2 所以他要 我们 他说每个unit 是1.5km 他要找出 他总共的距离 他走过的距离 所以我们总共5加2 他走过7个unit 然后7乘以1.5km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10.5km 所以他答案是10.5km 然后他要我们 go for Arminia的final location 向横走5 向上走2 所以我们知道 向横走5 他这一边 他只能够向前走5 1.2.3.4.5 然后向横走5 然后再向下走2 所以他向前走5 向下走2 他向前走5 如果我是 向上走4 的话就是 Havni的家 可是他现在是 向下或向上走2 所以他是去了Ryan的家 所以他最终的 最终的地方是Ryan的家 让我们看第五题 他说 So city is your mass the same as your sister OK 然后 Yes we have the same mass OK 然后在这一边 呃 他的mass是950g 少过他的 所以他这一个 他要我们in kg 所以950g 少过他的话呢 这样其实是950g 等于0.95kg 所以city呢 会是等于 呃 那个56.57 减掉0.95 然后拿到的是55.62 所以city是55.62kg OK 然后他要找 total mass all together 三个人的质量全部加上来 so vicky 的 sister 呢 跟 city 的一样也是 55.62 所以他们 total 的情况之下 会是等于 55.62 加 55.62 再加 56.57 所以我在这一边 55.62 加 55.62 加 56.57 所以他会变成 167.81 167.81 h 好 第六题 在这一个图呢 它是 埃曼 到达学校的时间 怎么这样的时间到达学校呢 11点 55分 am em 的话就是半夜11点55 他去学校做什么 他这个可能是他读下午班的啦 12点半开始上课 才11点55 早上 到达学校啦 OK OK So S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our hand and the minutes hand in the parallel position on the clock phase after 5 minutes 它5分钟后 他们会不会 时针跟分针会不会在一起 像是肯定的 definite 这个是100% impossible是0%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一个 他多5分钟的时候就12点了嘛 所以12点的时候 他的那一个多5分钟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时针在这里 OK 然后他的分针也在这里 OK 所以他的就是平行了吗 OK 好 然后 他说 I'm man 在学校5又4分之1小时 他几点离开学校 所以11点55 5又4分之1小时 OK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直接 呃 四分之1小时 等于四分之1乘60 分钟 所以他其实是15分钟 5又4分之1小时 等于5小时 15分钟 我们有小时跟分钟 11点55 加5小时15分钟的时候 我加上来 这一个10 因为1 7 16 减60 加1 所以他这一个是10 然后他是1710 So 171010的话呢 我减掉12的话 他其实是5 所以我可以在这一边我说 它是1710 Hours 这个是24小时计时 OK 我也可以说 5点10分PM 这个是2小时计时 这个是2小时计时 我们看第7题 这个是Volume of water in the container 然后他要我们State the Volume of water in the container 所以我们知道L去ML的时候 我们是乘1000 所以我的2L等于2乘以1000 ML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2000ML 然后在这一边他说他把四分之一水找出来 然后他要我们找剩下的 所以我的2000ML的四分之一是500ML 我这一边144 5是20 所以他的2000ML减掉500ML 会是等于1500ML 剩下的是1500ML 然后这一边题目要的是InLitle 所以这一个是1.5L D 他说 The remainder water in the container is 4 into 4 container RStu Same size 然后 Calculate the Volume of water in R 所以刚刚我们找到的是1500ML OK 也就是1.5L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他是1格,2格,3格,4格,5格,6格,7格,8格,9格,10格,11格,12格 我想像把我的这个和上来的时候他变成一个码 OK 这两个和上来是变成一个码 所以这个直接除3 所以他是500ML 所以R是500ML OK 这里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做法 就是说我刚刚的1500ML 我分成12份 然后R里面呢是4份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如果不想按计算机的话 我就 除12乘4 144 4312 313 35 95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了500 这样也是可以 好 第八题 他说 一条绳子的长度是2米4CM 2米4CM的时候 我们知道2米是200CM 所以这一个是204CM 然后他评分成3个同样的长度 所以每一个是多少 在这一边就除3哦 所以我的204CM除3 204CM除3 6318 3824 所以他是68CM 然后他说 四分之一 一条的四分之一 是多少 所以一条的四分之一呢 就是我的68CM 等于四分之一 所以我在这一边 144 144 28 47 28 所以他是17CM 好 就是这样 第九题 他是Distance of Mimi 家 到店 和到学校 2KM 5KM 然后State the ratio between Mimi 家到 shop and the Distance for Mimi 家到学校 所以这一个是2KM 比5KM 是直接2 比5 比于比例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写单位的啊 然后 6分钟 1KM 15分钟 他在那间 电 然后 他又 回到家 OK So他几点会回到家 他一点半离开家 骑脚车 6分钟 能够走1KM 所以我们知道 他这个2KM 走1KM 6分钟 这样2KM 就12分钟 所以他在 Hours 跟Minutes 的时候 他一点半 骑脚车 12分钟 他在那间电停留了15分钟 然后在骑脚车回去 也用了12分钟 让他几点回到家 这一个是9 69 所以我在这边减60加1 OK 所以我在这边 2.09分 减60 加1 所以他是2.09分 So 2.09 DM 会到达 因为他这边的点 只有一个点 我们放一个 OK So 2.09分 他会到达 这样 嗯 好 那我们看第十题 它有三张卡一样大小 它分成同样大小的 所以这个是四分之一 这个是二分之一 一二三四五六八 八分之三 然后它要我们找 total fraction 这一些 哈 我们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五八分之一 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五八分之一 你懂怎样看到一五八分之一吗 我把这一个移过来 满了咯 然后我这一个 我再给它切一半 然后再放进这一边 这样才变成一个完整 所以它是一五八分之一 可是它是不会要你这样的做法 所以四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加八分之三 分母不一样 我这个乘二 这个乘四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二加四加三 分母是八 所以它会变成八分之九 八分之九呢 就会等一六八分之一 好 B的 它说 Daniel need to shade a few more parts of the card label t so that the total fraction of the shared part of the tree card 是一六二分之一 所以它要增加多少 我的一六二分之一 减掉刚刚的一六八分之一 所以它会变成一六八分之四 减掉一六八分之一 所以它答案是八分之三 所以它是3 part 没有八分之三 ok 然后t的这一个部分 它需要再画多少个 一二三三个part ok so 3 part of t 因为t的每一个代表的是八分之一 所以它这一个是三个八分之一 ok 它要我们shade the additional part that Daniel need to shape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 这一个他需要三个 ok so上一题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八分之三就可以了 ok so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ok 好 这个应该是水平的 这个部分 可以看 ok ok 它在这一边说 看第十一题的这一边 它是一个正方体 八乘八乘八 所以这一个东西叫做Q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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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体 Q 然后 类似的3D shape 它每一个边比原本的长25% 然后就是说它的这个 8乘以25% 它会是等于2 1 然后4 然后2 所以它的8cm加2cm的话 它其实是10cm 所以它的这一个的Volume呢 会是等于10乘10乘10 也就是1000cm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Volume等于10乘10乘10 1000cm Cube Calculate the total volume in cm3 of both 3D shape view by Puma and Jeffrey 然后这一个另外一个是8乘8乘8 512cm 512cm 所以它Total呢 会是1000 再加512 所以它会变成1512cm 所以它会变成1512cm 第12题 这个是Pictograph Show the number of car sold by company in 4 months 这个代表两两成22 322 5 然后 12 8 326 这个也是8 全部加上来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26 So what is the ratio of total cell of January to the total So January to total January是多少 4 Total是26 全部一起除二 2 2 13 现在答案是2 13 他说一辆车的造价是4万元 一辆萝莉的钱等于两辆车 所以这一个等于4万 所以这一个等于4万 4万 乘了 8万 然后他有26500来买三辆萝莉 然后剩下的来买车 来买一辆车 4万 然后他的钱足够吗 所以我们知道萝莉呢 是RM4万 乘以2 也就是RM8万 然后他三辆萝莉 3乘以8万 再加上一辆车4万 再加上一辆车4万 所以他是24000加4000 所以他需要的钱是28000 28000超过了26500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Not Enough Money OK 他不足够 OK 因为他需要的钱是28万 可是他只有26万5千而已 OK 第13题 这个是RM8的存款 100 250 60 5 6 66 所以他总共是 100加 100 加 50 加 10 加 5 加 1 OK 所以他这一个会等于RM266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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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一边呢 还有我们选三样东西 他可以买 然后 然后 Least Balance 最少的余儿 OK Calculate the多么的 amount of items she can buy and the balance she will receive 所以他要的是 剩最少钱 OK 这可能他出国旅行 他把他所有的那个存款都带出去 然后他就讲把钱花光为国争光 所以 剩最少钱 所以他有260元 刚刚我们算到他有266元 他也不可能花超过了吗 花超过的话 他就要在那边洗碗了 OK OK 100 256 我觉得应该买这三个 100 256 然后 然后 65 265 对 OK 所以 1146 9块 所以他买裤子 买 bag 买 power 不过其实这一题非常不逻辑啦 首先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一定是 希望 让 花 剩 花少钱吗 剩越多钱越好 可是他这边是要剩少钱 这个是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头脑有毛病啊 买东西当然是买你需要的东西啦 你需要一你就买一啦 你怎么要买三样不同的东西 然后就剩 一点点钱 那钱存上来就好了 不想看到他就可能存上来啦 哎呀 好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就有 RM110 加RM146 再加RM9 等于RM265 所以balance呢 是他剩下的钱 就是RM266 减掉RM265 也就是RM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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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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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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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8 kg了 ok 接着他说NZ AZIM DONAT所有的东西 平均给4个家庭 然后每一个item得到多少 所以糖每一个家庭会得到4 kg吗 ok 他会分成分给4个家庭哦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乘了 他会变成16 kg 这个乘了他会变成8 kg 这个乘了他会变成40 kg 这个乘了他就会变成了4 kg 然后我的这个 他用这个来除4的情况之下 他他就会变成了4 kg ok so 在这一边他除4 因为分给4个家庭嘛 所以除4 所以是4 kg 2 kg 10 kg 然后还有1 kg 421 421 4 2 然后10和1 421是那个抓的 so far 5 5 10 10 我们在这一边这个有10 就是这样 4,6,10,1 好 在这边呢 他有 那个 multi-story resident building 然后每一层的高度是一样 ok 所以我这边 ground 4,1st floor,2nd floor 3rd floor,3rd floor,3rd floor,concrete floor so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们华人的讲法跟英国人的讲法不一样 我们的华人是讲 1楼,2楼,3楼,4楼,5楼,6楼 so我们就 1,2,3,4,5,6 这个是华人 可是英国人呢 他就会讲 ground 4,1st floor,2nd floor,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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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or 所以 所以 CALCULATE THE HEIGHT OF EACH STORY OF THE BUILDING 所以我的24米 除6 所以它是每个14米 然后 他说 BUILDING有250个Resident 就住户 然后 然后他有30个unit是没有人住的 然后 所以 所以 150米 就是150米 150米 减掉30 就有220个unit 然后 每一个用了150条 一天 所以我就有220乘以150条 所以我在这边220乘150 所以 所以 哇 好多水啊 所以 他在这一边 他会变成 33000 L 这就是 他答案了 168 不知道出屋的 就讨论完了 3 3 4 6 7 6